当地时间6月14日晚,威尔氏王妃凯特终于晒照了,他在和威廉王子共用的官方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新照片,披散着棕色长发站在树下的他,看上去一如既往的优雅,而昂起头的样子,又给人一种坚强不服输的感觉。 现年42岁的凯特在照片旁附上了一封被评说为非常私人化的信,讲述了自己与癌症斗争的最新进展。 过去几个月里,我收到的所有善意的支持和鼓励信息让我惊喜,他们确实给威廉和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,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时刻。 我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,但任何接受话,聊的人都知道,有好日子也有坏日子。 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,你会感到虚弱,疲惫,你必须让身体休息。 但在好日子里,当你感觉更强壮时,你会想充分利用这种感觉。 我的治疗还在进行中,还要持续几个月。 在感觉良好的日子里,我很高兴能参与学校生活,花一些时间做能给我带来能量和积极性的事情,以及开始在家做一些工作。 我期待着本周末与家人一起参加国王生日阅兵,并希望在夏天参加一些公共活动,但我同样知道我还没有脱离危险。 我正在学习如何保持耐心,尤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。 顺其自然地度过每一天,倾听身体的声音,让自己花这段时间治愈伤痛。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理解,也感谢你们所有人勇敢地与我分享你们的故事。 凯特的信中充满了真情实感,不像白金汉宫发布的声明那般,严谨一概,却也冷冰冰。 显然,正在和癌症做斗争的凯特非常不容易,就像他自己说的,有好日子也有坏日子。 此外他也强调了,虽然有可能会参加一些公共活动,但还没有脱离危险, 这不禁让人觉得他病得并不轻。 不过有一些有过抗癌经历,或是家属有抗癌经历的英国网友称, 与癌症斗争和康复,原本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 而且,即便是觉得康复了,仍然需要定期复查,而且还要处处小心。 虽说凯特的信让人感觉有些心酸,但毕竟他也带来了好消息, 那就是他将于今天重返公众事业了。 凯特将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,和他的丈夫以及三个孩子, 共同观看国王官方生日阅兵活动,就像往年那样。 据报道称,查尔斯三世已经对儿媳妇的声明做出了回应, 他称凯特能够参加活动让他感到非常高兴, 同时也期待当天的所有活动。 社交媒体上也是一片欢腾之声,王氏粉丝们为能够重新见到凯特而感到欣喜若狂。 不过,肯新顿宫方面倒也泼了些冷水, 他们强调称凯特不会就此重返工作岗位, 因为还有几轮的化疗需要完成。 尽管王妃渴望恢复全职王氏成员的角色, 但他的健康仍然是王氏的首要任务, 在这艰难时期,保护他的隐私也是如此。 但不管怎么说,凯特的此次露面的确是值得期待的。 英国报纸认为,凯特发布新照片以及在宫殿阳台上现身, 将会阻止那些愚蠢的猜测, 并给英国国民带去急需的鼓舞。 此外,两天前, 威廉王储悄悄地访问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, 也就是好莱坞电影里所描写的007总部。 肯辛顿宫官方只是简单公布了威廉王储的行程, 但却没有说明他密仿的真正目的。 社交媒体上猜测与哈里和梅根有关。 自从凯特王妃因病隐居后, 不仅他本人被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阴谋论所淹没, 还殃及了夏洛特公主和威廉王储。 英媒和美媒曾报道, 哈里和梅根的苏塞克斯小分队是阴谋论事件的始作俑者, 能不能挖出幕后真相? 那就要看情报局的本事了。 一个旁观者评论说, 威廉看起来心神不宁, 但又坚定。 即使承受如此沉重的压力, 他还是以乐观的态度继续前行。 消息人士表示, 军情六处的官员对他在国际事务上, 能够深思熟虑地参与, 并展现出超过他年龄的政治家的庄重印象,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很明显, 这位王位继承人已经从他叛逆的青年时代走过了很长的路。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 6月11日, 威廉王储搭乘火车前往威尔什卡迪夫。 火车上, 威廉望向窗外, 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茫然, 衰老的模样哪还像个四十出头, 壮年男子。 当年全球最帅王子的威廉都可以当选全球最帅王储的头筹了。 说真的, 威廉夫妇最近两年状态真的不好, 疲惫和失忆写满了脸上, 看看父亲查尔斯和继母卡米拉越战越勇的状态, 实在是, 在祖母女王去世后, 这小两口日子难挨啊。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就是个分水岭, 从那时候起, 威廉和凯特就开始走下坡路, 究其原因, 还不是失去女王庇护后, 威廉在父亲查尔斯的加冕礼上, 护母不贵后母彻底惹怒了卡米拉和亲爹查尔斯。 暗地里, 他们彻底撕碎了亲情的遮羞布, 遭到了疯狂的报复。 因为戴安娜的故去, 而害得戴妃过世的元凶卡米拉, 却在若干年后, 转正嫁入王室, 这让威廉和哈里, 在面对卡米拉的时候, 心情总是很矛盾的。 没有王位继承的哈里, 可以毫无顾忌地表明自己很恨这位继母。 但是, 作为未来的君主, 王位的继承者威廉来说, 还是要给父亲的女人留一点薄面的。 但是骨子里, 威廉对卡米拉的恨意一点也不少。 在父亲的加冕礼上, 面对世人, 威廉保住底线, 不给卡米拉贵, 给母亲留下最后的尊严, 这是情有可原的。 但是这份骄傲和对卡米拉的不认可, 也表现在世人面前, 无疑是彻底激怒了卡米拉这个新金女人。 卡米拉提出让威廉王子向她下跪宣誓效忠, 显然已突破继承任威廉的底线, 以言正义词被拒绝。 卡米拉欲通过威廉王子在下跪宣誓效忠, 以洗白她过去的身份, 以及提高自己在英国和国际上的地位的希望, 中化为泡影。 同时也伤透了查尔斯的心, 虽然她愧对前妻戴安娜, 但是在做父亲方面, 她也算是给足了威廉足够的爱, 她希望在自己的高光时刻, 儿子能贴心维护自己, 然而却让她颜面尽失, 加冕里上委屈的泪水, 就是对儿子无声的控诉。 因为加冕里威廉一家姗姗来迟, 也激怒了这位老父亲, 她在金色的马车上愤恨地与卡米拉碎碎念着, 诉说着自己的不满。 从这一家人在加冕里上, 关于王冠和下跪的矛盾之后, 婆媳两代人的矛盾就被激化了。 但是明显的, 凯特一家针对的是心怀叵测的卡米拉, 这个女人不仅禁止凯特母女带王冠抢她的风头, 还把自己的儿孙名字绣在袍子上, 纠占雀巢意图明显, 并且有意让自己的儿孙亲朋站在官吏台中间, 把王储一家安排在偏爱之地来恶心他们, 其心可诛呀。 其实在查尔斯三世加冕前的彩牌上, 威尔士亲王的脸上就写满了大大的无奈和不开心。 美食作家兼评论家汤姆认为, 卡米拉的做法有些喧宾夺主, 完全不顾及威廉王子的感受。 尤其这次的彩牌仪式, 卡米拉心里只有自己的孙子, 反倒威尔士三宝惨遭抛弃。 虽然加冕礼上威廉一家出了点恶气, 但是显然的, 他们低估了卡米拉的险恶用心。 加冕礼后, 卡米拉和查尔斯有意孤立威廉一家, 毕竟, 现在王室的老大是查尔斯, 王室成员们也多次让凯特难堪。 压垮凯特的最后一根稻草, 是圣诞夜王室晚宴, 卡米拉的子孙们占据主兵位置, 而王储一家备受冷落, 这让凯特席间就崩溃不已, 此后再没有出席公务活动, 直至传出生病住院。 这几年, 威廉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, 威廉人设崩塌, 不得不让人怀疑, 是跟媒体一向交好的卡米拉搞的鬼。 其实, 虽然威廉和查尔斯目前表面温情满满, 实际上早就矛盾重重, 一切的导火索自然来自卡米拉。 总之, 在威廉和卡米拉的这场博弈战上, 易怒而又处于劣势的威廉, 现在是节节败退, 看卡米拉那淡定从容的神态看, 他还真是善于拿捏人心的, 深藏不露的宫斗高手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。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